那晚老张与郝磊发生私打 恰好就在李东阁所住的那条胡同 李秋华半夜上厕所的时候 目睹了全过程 眼看着郝磊即将被老张制服 情急之下 他捡起了半块砖 打晕了老张 并将郝磊救在自己家中 李东阁虽然万般不愿意 但出于妇女亲情 还是收留了郝磊 但是他也知道 郝磊留在我是非常不安全 自己的女儿不但袭警 还包庇犯罪分子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思前想后 他让李秋华带着郝磊 迅速逃亡到贼市 投奔敌阵的孙玉玲 李郝两人 连夜坐火车到了敌阵 这才知道 孙玉玲已经与几年前病故了 家中只有孙丽君 李秋华和孙丽君 是小时候的玩伴 彼此还以兄妹相称 孙丽君就暂时收留了李豪二人 时间一久 孙丽君发现 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小师妹 但碍于郝磊的存在 只能将这种感情隐藏起来 同时 他也清楚地感受到 李秋华对郝磊是死心塌地的 所以才会冒着风险来投奔自己 但是 感情这种东西很难控制 孙丽君对李秋华的感情日益加深 同时 对郝磊的憎悟也越发深刻 为了调开郝磊 他提议 让郝磊加入赵明的帮派 郝磊出身黑道 自然很乐意干回老本行 很快就答应了 就这样 孙丽君找到了赵明 介绍郝磊加入 并说这是自己的一个远方表妹的对象 希望能够给予照顾 赵明与郝磊 都是流氓出身 脾气十分相投 很快 就让郝磊去舞厅帮忙自己看场子 并安排了在贼市的一处住所 李秋华本意 是与郝磊同住 但孙丽君以现在风声还比较紧为友 劝说李秋华还是住在自己家中 等严打势头过去再说 于是 李秋华就住在孙丽君的家中 郝磊一个人留在贼市 那次熊天阳看到操着我是口音的女子 就是李秋华 坐车到贼市看郝磊 孙丽君与李秋华的朝夕相处之中 曾反复暗示他与郝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并隐隐透露自己对他的感情 但李秋华态度坚决 表示非郝磊不嫁 有一次 竟然说出除非郝磊死了 要不 我这辈子都跟定他了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孙丽君把这个话记在心里 但是 他也清楚 自己没有办法除掉郝磊 一旦事情败露 李秋华会恨死自己 他也曾考虑过找赵敏帮忙 但赵敏这个人江湖气很浓 短短几天内 竟然已经与郝磊兄弟相撑 看来 要想得到李秋华 只能自己想办法 从那天起 他经常性地跑到贼市 随时掌握着郝磊的动向 很快地又发现 郝磊竟然和经常来舞厅跳舞的一个女人好上了 而且这名女子 还是个有夫之夫 他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李秋华 以为就此可以让李秋华对郝磊失望 从而转投自己的怀抱 李秋华得知此事之后 自然十分气奔 立刻跑来贼市找郝磊质问 因为当时没有人在场 所以 只能从孙丽君的描述进行推测 估计是郝磊意识到 自己目前还是要依靠李秋华的这层关系 所以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两人竟然重归于好了